一条一万三千英里的土石之笼 蜿蜒于中国乡野之间 它的历史几乎与其结构一样悠久曲折 长城最初是多座泥土夯实的城墙 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独立封建国家修筑 以抵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者 以及其他各国 公元前二二一年 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 青藏高原和太平洋成为了国家的天然屏障 但北方的山脉对于蒙古、土耳其及匈奴人的入侵 依然非常薄弱 为了抵御外敌 秦始皇扩建了之前所建筑的小城墙 巩固强化它们并加以连接 城墙的结构起于西部的林桃 至于东部的辽东 合在一起它们被称为长城 为了完成这项工程 秦始皇征召了士兵和平民 而这往往不是基于自愿 在秦朝被记录下的成千上万的建造者中 许多人都是被强征而去的农民 另外一些则是服刑期的犯人 汉朝时期长城继续扩建 延长至3700英里 从敦煌延伸到渤海 强制性劳动在汉武帝时期持续着 因而城墙被视作受苦受害之地 而臭名昭彰 那一时期的诗歌与传说 描述劳动者被掩埋于附近大规模墓地 甚至是城墙之内 然而城墙内并未发现人类尸骸木坑 表明那些劳动者大多死于意外 饥饿与疲劳 长城令人生畏 却非不可战胜 城吉思汗和他的儿子忽必烈 曾于13世纪蒙古侵入之际 设法攻克城墙 在1368年 明朝执政之后 他们开始使用当地窑中 烧制而成的砖羽石头 重新强化和加固长城 长城平均高7米 宽6米 5500英里的城墙中间 隔着瞭望台 一旦看到有侵入者 瞭望台之间便会以生起的狼烟与蜂火 传递信号 直到援兵抵达 城墙上的小孔 让弓箭手能够射击侵入者 而大孔则用于投掷石头或者其他东西 但即便是这种全新改进国的城墙 仍然不够好 1644年 北方满族推翻明朝 建立起清朝 同时合并了蒙古 因此 这是第二次 中国被原想以城墙抵御的外族统治 随着帝国的边界扩展到长城以外 这些公式失去了原本的目的 没有了定期加固 城墙失修破损 夯土被侵蚀 砖和石头则被盗窃用作建筑材料 但是长城的使命仍未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用部分城墙来抵御日本的侵略 一部分城墙仍然被盛传用于军事训练 然而今日文化才是长城的主要目的 作为地球上大型人工建筑之一 长城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起初建造用于防御外人进入中国 如今每年都会迎接数百万游客 实际上 大量涌入的游客已导致长城日益损坏 致使中国政府启动保护措施 它也经常被宣称为 唯一一处可自太空看见的人造建筑 不幸的是 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 在地球的轨道上 各种建筑物如桥梁、高速公路以及机场均可看见 而长城却若隐若现 从月球上则一点也看不到 但无论如何 地球才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长城的地方 因为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部分被发现 它们从主体部分扩展开去 不断延伸着这见证人类成就的伟大奇迹 你的星座是什么? 在中国的生肖中 出生年份对应动物 一切起源于一次大赛 观看这段视频 深入了解中国生肖的起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